那么我们说有了指针数组之后呢 我们有很多运算 这里边呢 也是我们在C语言里边经常考的 这个呢 只要你帮他好好地看一遍 知道指针呢 是可以 是个变量 对吧 它的地址呢 是可以变的 A呢 这是不能变的 我们说进行P加加 指针下一个元素 我们一星花 然后呢 P加加 那么我们把优先级一写呢 就相当于一星花 然后扩下来一个P加加 对不对 我们说先把指针一位 然后呢 把数字内容呢 取出来 也就是我们再次把这两个呢 我们再区别一下 那么一星花P扩下来 这个P加加 代表什么 把一星花P里边数据呢 拿出来进行加加 对吧 这个大家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 指针和异位数读的这个关系 我们又举了很多很多例子 对吧 Qi的话 我们说这个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在下面这一个 我们说数字元素的表示来讲的话 这个呢 是完全等同的 一个指针法 一个下标法 那么只要这一点 那么 我们把这个问题先过了 前面主要是二维数字 那么二维数字呢 它的麻烦是什么呢 就是二维数字呢 它可以视为怎么样 三个一维数字 因为 因此我们说 二维数字的数字名啊 就比较特殊 它应该是一个指向 指针的一个指针 那它应该是指向指针的指针 它呢 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名字 那就是它的名字呢 是比较特殊 就是因为有二维数字的 它是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说 一维数字的 就是数字的数字 数字数字 因此我们说用数字名 表示二维数字的行地值 就是说数字名 往往是数字名的首地值 但是A呢 我们是 如果是 比如说这2000的话 那么 它呢 实际上是地零行的行地值 就是A的元素呢 实际上是和什么 A0是相等的 那么它和A00 其实A00也是相等 A00也是什么 也是2000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说 注意A在向下加1的时候 它是向下加了一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说 A这个二维数字的名字 向后加1的时候 A加1不是指向了什么 不是指向了A01 而是指向了什么 A1 那么在二维数字里边 我们说A0 A1 A2 像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都是肯定值 虽然就是说 我们在具体使用的时候 不会用到 但是呢 我们会 但是呢 我们在指针的时候呢 会用到它 因为你访问A0 A1 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说 这是对于这个地址的这种 这个二维数字的 这个名字的这种表示 也就是说 大家一看 上面讲的这一套呢 实际上就这个 我们用下标法 表示I接 那么我们可以 用它的行地址 加上什么 I 然后呢 再就 再表示它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数字的名字 向下呢 移I行 然后呢 再把它的什么 找出其I行的地址 然后再加上借 然后呢 再取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么如果用指针 来指向这样一个二维数字的话 我们说 用指针指向二维数字的话 我们说有两种方式 对吧 一种就是说 我们加一的时候呢 实际迷利 那么一种方式 就我加一的时候啊 实际上什么 一行一行的 向下加 那一行加 那个说 我们有指向 有埋目的速度 组成的这样 一维数度的指针变量 就是说 我们往往称之为 是一个什么 航量量 航指针 那么航指针定义的时候呢 是按这种方式来定义的 就是Int 一星期发Q 大家一看 我们前面要加括号 如果不加括号的话 这Q4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指针的一个数字 它代表什么 Q1 Q0 Q1 Q2 Q3 这四个什么 四个元素 这四个元素呢 是一个指针的数组 这个地方必须加上 加上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就是一个什么 航向量 它代表就是 A 比如说5 4里边 对不对 它Q呢 就可以等于什么 等于A0了 因为A0在这边 它是什么 它具有 一行里边 具有什么 五列的这样一个元素 所以说 我们必须采用这种方式呢 来定义 进行使用 所以这一点呢 你要注意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纯粹定义的指针 inti的话 等于P的话 那么P进行加1的话 大家一看 它是一个一个元素 向下走 如果你想实现 就和这个 这个数组名字一样 加1之后跑到这 那么你这个P呢 必须定义成这种什么 指向这个M个元素的 这样一个行指针 那么定义呢 如下 这就是我们 要不数组的使用 那么这是我们给出的一个 这个定义的方式 例子 对不对 我们说定义好了之后 我们说Q加0加1 这和A加0 A加1呢 是就完全一致了 那么用Q把A接的元素取出来 和A呢 也是完全一致了 那么这是二维数度 二维数度和右数度指针的变化 这个和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就是说这通过指针 和这个下标的方式 和指针的方式呢 怎么一一对应起来 这是我们正常设计的一点 另外指针作为函数的传值 那么我们在下面讲过 这个Swap这个函数 大家还记忆犹新 对不对 我们Swap之后呢 我们说 这个通过这样一个Swap函数 我们没有完成了 这样一个交换 那么下面怎么 我们改革了 改革什么了 大家一看 我这怎么样 大家一看 这是钉了两个 这个行参 这行参呢 是一个指针 那么我调用的时候 大家一看 我用Swap调用的时候 我用P1P2呢 我们也是什么 也是两个指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一看 我调用完Swap之后 再进行输出 原来是12呢 就变成21 那为什么呢 就用这样 因为你在每函数里边 你生成了一个是A 一个是B 然后呢 把1和2写进去了 对不对 然后大家一看 你用P1 大家一看 你有个P1 然后这有个P2 对不对 这两个一个指向A 一个指向什么 B 对吧 当你调用这个Swap 这个函数的时候 大家一看 那有两个形参 这两个形参呢 也是一个是P1 也是一个P2 对吧 我们隔开 那么P1的形参的值 就是P1 因此在这个函数 Swap里边 这个Swap里边 P1呢 也是指向A的 P2 也是指向B的 所以说 你在这个Swap里边 把它们的值 进行什么 进行了交换 那么实际上 也会把它内容 进行了交换 因此 从这个函数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完成交换 那么这个呢 就和数组一样 对吧 数组 我们说你这A 传过来是数组名字 对不对 这样相当于 这么办一个地址呢 给你传过去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说还有数组名呢 作为函数参数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下面呢 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就 这代码呢 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那么下面有些例题呢 就是数组的一些题 希望大家呢 做一下 因为数组的这些题来讲的话呢 往往就是我们在命题里边 就喜欢考的 像这个呢 就是进行数组 逆序的这样一个算法 逆序的算法 那么在进行传递的时候 大家先看 我定义了这样一个逆序的 这个是个A 这是个10 这儿定义了什么 大家看 这是我们进行 用数组名字 进行传输的时候 常用的方法 就定义一个什么 X 一个方框 里边不要写 写任何的元素 并且把这个元素的 是把这个个数呢 写过去 里边代码呢 大家看 我设了一个循环 循环的极数条件呢 是你的 这个元素的二分之一 那么里边内容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想把 这个识格太多了 对不对 我们想把 1234 变成什么 4321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说一个指针指向头 一个指针指向尾 然后呢 两两指针交换 对不对 两两指针交换 二到三 三到二 那么一次往中间走 走到中间这个元素 大家一看 我是不是就交换完了 那么这也是一种算法 对不对 那么这种算法就是 最基本的传统的交换算法 我们说这种传递的方式 有多种 大家一看 我们可以什么 是数组 这一头呢 是一个指针 我们说可以什么 这儿是个指针 这儿也是个指针 这个呢 我代码呢 后边都给大家讲义都有 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么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说 这儿是个指针 那么这儿可以什么 是一个数组 比如说他们之间 就是可以互相来进行替代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字符的指针 那么我们说字符的指针 首先这定义是什么 字符串的这样一个什么 数组 那么字符的指针 P就可以等到什么 它有个数组 我就说字符指针来讲的话呢 和我们的数组呢 还是要分不起 要有什么息息相关的 那么我们说字符指针 和数组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说 比如在这里边 我定义了什么 定义了一个string string10 那么我堵入了 可以是一个什么 在string的方式堵入 如果我这儿 直接定义一个 差一心花P 我这样操作呢 这就是错误的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定义了一个 差心花P 你必须怎么样 给这个字符指针 分配存组单元 也就是说 这一个差心花P 你必须有这样一个 实体的存组单元 你才能进行使用它 这是一点 也就是说 字符指针 必须有它和它匹配的 这样一个存组单元 你才能进行使用 那么我们说 字符串与数组之间的关系 我们说字符串来讲的话 在用指针来进行操作的话 主要的方式呢 就是来解决 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可动性 也就是说 你要把字符串当作一个数组 那么再把这个指针的拿过来 这个问题呢 就容易解决了 大家看 你这个 这个String 然后呢 印它 一心花P 对不对 一心花P 那么我们说 用String呢 我们说等于hello 对吧 我们进行复值 那么String因为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复值 然后呢 用CP 我们说等于hello 我们进行复值 那么在这来讲的话 我们说 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我们说给一个数组的 这样复值 我们说就 有一定的问题 对不对 你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这个东西 我们指针在什么 大家看 在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呢 才能进行复值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和我们前面讲数组呢 也是 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这个大家要 收留一下 那么对于CP来进行复值的话 我们也必须准备大家看 在初始化的时候 赋予处值 那么下面看 指针数组 我们说定的形式 大家看 它主要是我讲的 和这个呢 一定要区分出来就可以 对吧 这个是指向 这个行向量的 这个指针 也就是说 它有行向量 每一行 有四个元素的 这样一个指针 那么这个呢 是指向数组 那么数字里边 每个元素呢 就指向一个指针 那么我们看 二位数组和指针之间的区别 那么说这个呢 也是我们 就是这个 这个字符串这一块 我们说 我们定义了 这个二位数组 我们给它负的出值 有五个这样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再讲的话 其实这构成了一个什么 构成了这样一个 五乘以九的这样一个矩针 每一行呢 我们说就是九个元素 那么这儿我们说肯定有空的 如果我们用数组指针 大家看 来给定义的话 那么这个后面呢 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没有那么浪费 就没有那么多的浪费 催促单元 没有催促单元 那么指针元素 那么就相当于行名字 相当于行名字 然后它后边来讲的话 相当于元素来讲的话 就能够得到有效的 这样一个节省 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看下面一些 对我们这个元素的操作 也就是说指针元素 有什么用呢 像这个程序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 你那个指针的名字呢 对我们的元素呢 进行排序 也就是说对有什么元素呢 对我们这个字符串呢 进行一个排序 也就是说Sort这个函数 我们在这儿来讲的话 就用String CMP 这是我们字符串的一个函数 比较函数 通过比较函数呢 来对你 按照你的名字 按照这个英文字母的顺序呢 进行一个排序的过程 这个呢 用指针呢 就非常容易的进行操作 那么函数和指针来讲的话 就是说函数名 注意它就是一个函数的入口 函数名呢 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入口的地址 我们就要上升一个层次 对不对 我们说一个变量的名字 是一个地址 一个函数名字呢 也是一个地址 那么我们说 如何来定义一个函数的指针呢 那么定义方式就是这个 一星花P 一括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函数地址 一定不能写成一星花P 因为这样的话代表什么 你返回值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指针的 这个要区分开来就可以 那么在这儿 我们看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用P等于max 因为这儿我用什么 有个max叫函数 P等于看 我定义的是个函数指针 那么我在行调用的时候 等于看 我用一星花P AB 就相当于我调用什么 maxAB 对不对 相当于我们调 那么这儿有什么 这种这个函数指针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我可以什么 通过修改函数指针 调用什么 不同的函数 也就是说 这样呢 会带来一些方便和便捷 另外来讲 指针函数 就是说返回值呢 是一个指针的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相对来说简单了 只要你在retain的时候呢 是一个指针就可以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数据结构 二叉数这上面的算法 很多它retain的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指针 我们的一个地位算法 对吧 我们的非地位算法 都存在这种问题 还有指向指针的指针 比如说一星星花P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 也是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 这是放的一个元素 对吧 P1呢 里边是放到它的地质 因为P1它本身 它也存在什么 存在内存里边 所以怎么样 我就再形成一个变量 怎么样 指向它 它就是一个指向 指针的指针 那么指向指针的指针 有什么意义呢 它在我们一时 就是你修改 就是说你修改数据类型的时候呢 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非常好作用 比如说用二一指针 来实现自负创的处理 自负创的处理 那么我们说 这呢 本身是一个一一指针 对吧 我又定义二指针 用二一指针 带一干P 等于什么 它的第一项元素 然后呢 进行输出 进行输出 然后呢 我每次呢 P加等于2 P加2以后呢 我们再往上输出 Wire呢 我们说 但一期的话 不等于那儿说 我进行输出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说这是指针 我用P指向它 因此呢 我可以用P呢 在这个指针之间呢 进行移动 那我输出这些数据呢 输出和交换这些数据呢 就更为容易一些 那么这是二级指针呢 和我们指针速度之间的关系 那么稍微的留下 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小节 那么这一些呢 大家这个讲义里边都有 我们希望大家在 每一个呢 在振作一遍 我们在前面呢 都有所讲述 那么还有像这些具体的 我们说具体到每一个变量里边 也要非常清楚地写出来 那么指针的运算 加减运算 一味运算 这个要结合我们 线性表的 顺序表呢 我们说要做一些 实际的编程的题目 那最后呢 就是结构体 那么结构体来讲的话 就是它是一种创造的一种格式 也就是说 它往往就说 这个我们讲的时候就说 它每一个人有很多信息 我想把这信息呢 整合起来 所以采用这个结构体的方式 对吧 那么定义的方式呢 就是structure 然后呢 定义一个类型名 这类型名都可以省力了 对不对 类型里边有名称 有什么那些方面 我们通过例子来讲的话 这是info 大家看有姓名 有初中年月日 等等 就是这一种是构造性的类型 它是有这个普通的类型 我们说怎么样 把它合并出来的 这种类型 那么结构体的定义来讲的话 往往就是structure info 我们定义好之后呢 用它 我们是定义的变量 它呢 就相当于我们整形 A呢 就相当于一个变量 这个呢 开始接触的时候呢 这个弯不好转 对吧 你多敲几个程序 这个弯呢 都转过来了 那么结构体的 像这种题目 我们说在程序设计里边 在我印象里边 很多高校呢 都比较喜欢考 那么就是告诉你一堆人 然后有一堆成绩 然后要求你 我干成绩排排续啊 烂点什么 这些求有成绩的核啊 因为这种写起来的时候 是比较啰嗦的啊 比较啰嗦 因为它涉及到 你构建了这些 ABC以后 都是结构体 那么它的负值呢 都要通过元素与元素 之间的负值 而不能进行整体的负值 所以说呢 操作起来呢 就稍微麻烦一点 这是我们定义的 ABC的这张结构体 结构体变量的 实用来讲的话 大家一看 它是比较麻烦的 你要对每一个 结构体里边的 每一个变量呢 我们说进行负值 那么复制的时候呢 我们说 那么整体的复制的话 我们说在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 就说struckA 大家一看 我们可以整体 把这些内容呢 复制给它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说还有一个 typedf 叫自定义类型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思域园里边 说思域结构里边 非常多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说 把int呢 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就是把一种类型呢 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它主要用于我们什么 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结构体里边 因为结构体 大家一看 你写的东西太长 太啰嗦 我干脆用typedf 把你这一套怎么样 定一个什么 btnode 那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什么 大家一看 二叉数 我把二叉数呢 第一个结构呢 就是bynode 我用了它之后 我就不用每次 用structure bynode 然后怎么样 head structure bynode 就免得麻烦了 主要是省事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 用typedf 如果这个地方 有个星花的话 代表什么 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定义指针 也就是说 我这儿 bi3 这个地方定义的是一个指针 它相当于什么 它也相当于bynode node 一星花 p head 那么就是更为简单的一些 那么这个在我们数据结构里边 经常用到 有魂图 又问我 我们在这儿呢 给结构体呢 给大家稍微展开一下 那么结构体 我们说有结构体的指针 那么定义给一星花 对吧 那么结构体的指针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指针的操作 那指针操作 那么指针操作的时候 注意 你寻找结构体的 每一个元素的时候呢 是用减大于号 这是指针用的 如果你用student的这个名字的话 那么你必须用点 就是用点 这个是唯一区分的地方 那么你如果你写错了 编辑连接也通过 注意这一点 那么 Maluk和Frey这两个内存 内存函数呢 这个希望大家一定要练习一下 从内存里边呢 那么 就是说 获取这样一个存储单元 然后呢 给它复一个指针指向它 就动态的获取 那么肯定还有一个符要释放 那么下面 我们说练表 练表来讲的话 我想这就是我们的 数据结构的 这个练表的部分 那这个呢 我希望大家 要根据这个结构呢 好好地练习一下 那么在数据结构 这是参考的 我们在数据结构 讲的应该是比较多 一般希望大家 写出它的一个ADT 一些具体实现 美举类型来讲的话 就是AMU 对吧 AMU 就是说什么 是一个列举 就是说你当前的信息 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是你这Wake的东西 一个现在太麻烦了 对吧 你用美举类型之后呢 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操作起来呢 非常方便 主要起这个目的 那这是我们这个 引用美举类型 实用的话 大家一看就非常容易了 对吧 AB A等MOS B等F 那么A等1 B等2就可以了 这A等0 A等1 B等5 供用体是把我们几种的 这样一个类型 它供用这一段 什么存储单元 这种就有效了 怎么样 节省这样 存储单元的使用方法 这是union的方式 那么后面呢 还有这个文件的操作 我们给大家提一下 就文件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它首先呢 是有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使用文件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 那么408里边 包括通稿里边 很少会考到文件 但是自主这一块呢 文件这一块 我们说考成型设计会用到 机考会用到 那么自主命题的 自主算法题也会考到 所以就文件来讲的话 我们说文件指针 大家要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对吧 它是指向文件 我们操作系统也要学 文件分配表里边的 相关的内容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 文件的打开和关闭 它相关的函数是哪一些 希望大家要掌握的 那么主要有哪一个呢 我们说打开函数呢 是Fopen 它的原型就是 Fopen返回一个 Far形的这样一个指针 这样一个指针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说它的具体的操作呢 这是一个什么代码 对吧 它是F的Fopen 那么除了我们Fopen 还有就是我们关闭 就是Fclose 就是我们要关闭这个代码 关闭它 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行格式化的输入输出 那么就是和PrintF一样 如果现在怎么样 F就是说我们PrintF Sky 你要记住 我们没有F的话 它向屏幕输出 如果你加上F的怎样 它向文件进行输出 就这点区别 别的没有什么 因此呢 叫做格式化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没有格式化的 叫Fread和Write 它是干什么 按块来进行读数据 也就是说大家一看 它每次读入 就说我读入一个波法 我读入多大 是这种方式 叫做块的 也就是说 它就要留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读入 它一般针对什么 是无格式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视频文件 我们的原代码 还有我们的这些这个ESC文件 都这样的 F3的一个Write 也就是说我们C语言这一块呢 给大家讲的核心就是数字 含书和指针 特别是指针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在出事的时候 要重视算法 我们说C语言 我们因为基础呢 我们主要大家回顾 或者点评 或者把重点拎一拎 那么重要的 还是要大家客户 要仔细的练 仔细练 那么如果你考程序设计的话 那么语法一定要抓起来 如果你不考程序设计 考数据结构的话 那么你结合C语言的基础 数字 指针和函数的 要和什么 要和数据结构的算法呢 要练一练 我们包括我们先行表的 这是最基本的 先行表的算法 求和平 求差 这最基本的 然后呢 还有二叉数的 还有图的 对不对 那么在复试的时候呢 要重视结果 只有看什么 大家要掌握很多算法 在工作中 C语言其实 形容要非常广的 比如说我们 一些底层的 系统级的编程 全部还是C语言 那么这次课程 我们到这儿结束 那么好 谢谢大家 预祝大家考验成功